hobbies 今年的公投一共有十案 所以其實公報其實已經於這幾天 這幾天已經分送到不同的住家裡面 那我們在面對這個密密麻麻的公報的時候 其實的確會發生非常多閱讀跟理解的困難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表達自己對政策的看法 跟重要社會議題的意見的時候 公投其實是用來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 可是今天台灣的公投卻非常的複雜 包括今天的一共十案 十案密密麻麻的包括主文 主文的語言非常的難以理解 那其實這個對於所謂的新住民在政治參與上 其實設下了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公民投票 是希望能夠促進人人都有能夠有政治參與 能夠有表達對政策看法的一個政策的同時 可是這裡卻相對的射出了一個高的門檻 那這些文字的遊戲其實對於我們的新住民姐妹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我來自泰國 我來台灣已經二十年了 我發現公投裡面有很多字 我都看不懂 然後就是三張滿滿頁的都是字 題目都會很多次重複 讓我覺得說 今年我要選什麼樣的 我都不知道 政府應該要幫我們做一個 我們的國家的母語翻譯 讓我們姐妹也可以看得懂 政府每天都喊 既然像政策 可是對我們新移民來說 就是好像當我們是笨蛋 連那個公投都讓我們都看不懂 然後就是覺得很亂 這次的公投是給我們的實相真的很多 但是我們看不清楚 看不懂 因為我有讀書過 但是我看是有一些我看懂 有一些我完全看不懂 因為含義很多 什麼是是否 因為對我們來說 是不是要不要而已 那是否是什麼意思 其實很多的姐妹不懂這個是否是什麼 所以我們拿到選舉票的時候 看考的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麼含義 政府說要給我們有一個性男腔 讓我們姐妹可以在裡面進入台灣的文化 但是接下來都沒辦法理解 我們要什麼可以進入這個文化呢 我們要選票 要選擇我們的後面的路要怎麼走 將來我們孩子要在台灣怎麼樣 我們也有一個很親屬的母語方面上 來我們親屬可以教導我們的孩子 做一個沒有身份證的人 然後出來我有公投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白亂的 你是在做夢吧 但是我是要跟你們說 我們都是一樣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我該負的責任 我又負了 我上班 我養我的小孩 我顧我的家庭 我也有繳稅 但是現在 連要一個 決定 跟我生活上有關係的事情 我就沒有辦法去表達 只不過因為我是沒有身份證 今年的公投呢 要討論小孩的教育 我們店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店 要用多少量 我們吃的食物等等 這些議題呢 就是跟我 還有很多在台灣沒有身份證的人 都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些事情 應該要讓所有在台灣生活的人 所有的這些外國人 我們應該是可以表達出來我們的意見 我們應該有權利 可以表達我們自己的意見 作為一個在台灣生活的人 作為一個台灣媽媽的人 作為一個在台灣生活的這些人 應該是可以表達出來 我們對於我們生活上 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人人參政門檻高 人人參政門檻高 公投捕薩薩 公投捕薩薩 我們其實也不是第一次來到中選會 我們從2010開始 其實就在倡議移民的參政權利 在2014年就開始已經製作 有關選舉的男人包說明 讓我們的姐妹可以了解 中選會才在今年度 開始對我們的選舉 有多餘的說明放在網路上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年 公投這麼複雜 連我們台灣人都搞不清楚了 可是針對新住民 沒有任何可以讓他們取得相關資訊的管道 我們還是一樣要再來提出 希望中選會 第一部分是在選舉的期間 就是針對選舉公報 至少要提供多餘版本的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選舉公報 我們通常都一個禮拜 不會超過兩個禮拜才拿到手上 要消化這些資訊非常的困難 所以應該是要一個月前 就應該讓我們的姐妹 可以拿到多餘的選舉公報 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 好好的了解 才知道要怎麼做選擇 第三個 我們也會希望有一些姐妹 根本可能她的母國語文 都不見得能夠看得懂 所以應該是在網路上 要提供有聲的多餘的說明 那第四點是希望候選人的證件發表 我們選舉選人 那他們的證件是什麼 也應該讓我們姐妹有機會 用多餘的方式 讓他們證件發表的時候 也可以了解這些候選人 針對移民參政的權利 還是希望哪有身份證 就應該是跟台灣人一樣 應該要取消十年 才可以成為候選人的這個門檻 我們也認為在台灣 就是有一些根本就是在我們生活上 共同生活都會面對的事情 那跟我們在一起 有足夠一定時間的外國人 也應該有跟我們一起公投決定的權利 所以我們主張在台灣 只要你取得永久居留 應該也可以參與地方性的公投 來自我 對 每個關於 4日 5日 4日 非常 4日 1 4日 7日 3日 5日 5日 感谢观看